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最糗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搞笑发动机 哈哈操 这渔炎姐啊 这你就搞错了啊 我嘻嘻哈哈那也是很场合的啊 就像咱们节目 本来就是一个给大家带来 欢乐的地方是吧 我当然得嘻嘻哈哈了啊 怎么可能板这个脸 去抱糗事呢 对不对 这个说的板这个脸啊 我姐夫的脸啊 那可以说是相当僵硬啊 因为我那个小外甥干的 干坏事了 你来看我姐夫的朋友圈 你感受感受吧 哈哈哈哈 昨天和老婆吵架 老婆拉着行李要回娘家 我着急了 指着灯泡发誓 如果再惹你生气 灯灭我就灭 结果灯一下子灭了 吓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心想没那么转啊 突然灯又亮了 转头看到儿子站在开关那说 吧 刺激蹦 还别说 看着我心跳加速的 有种小说似的跌宕起伏 感觉这下子马上就要感受刺激了 哈哈哈哈 坐的时候下手清点 天哪 八卦是什么啊 不带你这么玩的啊 你爸差点没给你吓死 知不知道啊 不过我感觉啊 你应该能成功地吃到一顿 竹心炒肉 同样啊 咱们单位有些人啊 妈也是爱作死 哎呀 这上班迟到也就算了 还强行解释 还说得一本正经的 我感觉啊 你也会有菜要吃了 比如炒鱿鱼什么的 你知道吧 一同事今天上班迟到了 领导愤怒地问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这同事回答 不好意思 睡过头了 领导说 为什么睡过头 怎么回事 同事答 做梦 梦见在开会 您再布置重要工作 就多停了一会儿 这个油 哥们儿 我心疼你啊 我觉得没什么呀 理由很充分呀 做梦都还梦到开会 这样努力的员工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 兄弟啊 这个月的工资 怕是要扣不少哟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理由 可以说是相当的拙劣了 如果是我吃到了 那我干脆就请兵家不来了 是不是很机智啊 我领导没再看吧 我领导没再看吧